今天呢 我要来为你们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家OZON超氧机 OK 到底这家OZON呢 它到底可以帮助到每个人什么东西呢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来 我左手边呢 有很多杯那个水啦 就是那些豆芽的东西呢 就是今天呢 要让你们知道来 你们家里买的那些来肉类啊 蔬菜啊 水果的东西来讲呢 第一呢 肉类它里面有长肉鸡 所以它可以帮你们分解掉 OK 蔬菜水果呢 它里面还有那些辣 所以它可以帮你们分解掉它里面的东西 如果你们家里来 如果是有那些味道啊 时常买油链油链味呢 它可以帮你们分解掉啊 它里面的那个味道 空气不清醒 OK 所以这家就叫什么呢 OZON 臭氧机 所以呢 现在呢 首先就教你们来 如何呢 来用这家臭氧机呢 OK 现在就教你们用这个呢 按on过后呢 这边有一个function select的 看到吗 OK 所以全部功能呢 都是自动了的 它分送都是自动 OK 所以当你选择好了过后呢 它就会自动起跳了的 所以当好壁过后呢 它就会自动关机 看到吗 OK 但如果也不要呢 就跟它这里删除掉 所以来 现在你们可以看得到吗 1号呢 就是已经我清洗好了的 那个豆芽所以它颜色不会变 2号呢 是一个清水 这个呢 它是一个色素chemical 所以就要让你们看来 诶 哇 它的颜色就是变这样子咯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 很清楚的 就是有时候我们吃那些水果啦 OK 那些辣啦 色素的东西呢 它就慢慢的 就会跟它分解掉了 所以你看来 4号呢 是一个我还没有清洗的一个 OK 一个 那个豆芽 四号是我还没有清洗的 那个豆芽 OK 所以现在呢 我就把这4号呢 来把水倒下去 看到吗 OK 所以现在马上给你们看来 所以这样没有清洗的豆芽呢 它颜色变成什么颜色呢 短短的5分钟里面 它就已经可以帮它改善掉它的里面的颜色 再来 你看到这个 看到吗 2号的 OK 2号它的颜色呢 待会呢 它就会变成像1号这样子了 OK 所以你看为4号啊 4号呢 等一下呢 它的颜色呢 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会变成像3号一样的颜色 因为它那个呢 是还没有清洗的豆芽 OK 1号就已经是清洗的豆芽 看到吗 那个2号呢 它的色素呢 已经开始了 慢慢的 已经分解掉了 所以这种呢 就叫臭氧基 Ozone Ionizer OK 1号呢 是已经洗过了的豆芽 OK 所以等一下我给你看来 当4号清洗好过后 我把它的水倒出来 它的颜色就是跟3号一样 OK 所以我在洗这个4号 所以你们看一下 它的颜色还会不会变 OK 所以非常快了 当你们回去 你们有买到豆芽 或者是肉类的时候呢 你们一放下去 你们就知道 那个的色素 那个化学的东西 你们自己用眼睛就可以看得到 这些东西呢 是我们用手呢 用水呢 也无法洗得到的 因为地来讲呢 水果里面的蜡 它们是用打下去的 所以今天 我们要怎样把它删除掉呢 你挣肥皂水吗 不可能 那些是吃的东西 OK 除非你买药水 OK 药水你还要自己在那边挣 这个来讲呢 不需要药水 不需要什么 它只是一个臭氧 OK 当你放下去的话 放水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的直接给你蒸发掉 因为水果肉类里面 它们都是有那种的细胞 所以它会透过我们的细胞 把它们蒸发掉里面的蒸肉剂 还有它们的获血的东西 OK 看到吗 最后一分钟 已经开始了 要好了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 二号呢 它是跟一号的颜色呢 白色都是变成一样的 但四号呢 看到吗 它跟三号的颜色呢 已经开始接近一样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里面的那些摄氏的东西 OK 摄氏啦 chemical 那些东西 所以这架臭氧机呢 它们可以帮你们进化掉你们的空气之外呢 去除你们的味道之外呢 再来 如果有香港脚的朋友呢 都可以放水下去 把这个头放进去里面 清洗你们的脚 只需要20分钟 就好了 不需要放任何水 看到吗 就是那么简单 已经好了 看到吗 二号已经变成白色 四号呢 看到没有 已经开始好了 所以呢 我就把它的水倒出来 让你们看它的颜色是一样的吗 我再清洗多一次 给你们看多一次 好不好 看到吗 马上就把它的水倒出来了 看到没有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它的里面的颜色 看到吗 它是跟三号呢 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现在你们可以看得到啊 三号的下面呢 就是刚刚呢 洗出来的豆芽 现在你看到四号 我再清洗给你们看 OK 所以一号都是一样呢 这是刚刚清洗过的那个豆芽 所以你们看一下 它颜色还会变成三号一样这样子吗 我跟你说 很快 看到没有 它的颜色还是一样的 OK 所以它不会说变颜色的 看到吗 所以三号呢 已经是 就是刚刚清洗过的一号的水 刚刚清洗过的一号的水 OK 所以那四号呢 清洗好的这个水呢 就在它的隔壁右手边看到没有 所以我再清洗它 它的颜色呢 是完全都是白色的 看到没有 它颜色是不会变的 一号 看到吗 四号 看到吗 四号 就是刚刚清洗的它的水 在它的右手边 所以这个就是每天你们吃的那些长肉剂 那些色素 所以臭氧机 值得你们用 看到吗 这个就是一个实验让你们很明显看得到的 所以今天你们家里来 每天买回来的水果 蔬菜 肉类 麻烦你回到间里了 先清洗前 当你们清洗过一次过后呢 尤其是你们肉类 你们蔬菜 以后你们不行 我肯定你们不敢吃 尤其是你们肉类 还有你们海鲜等等的时候 我跟你说 买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先清洗 当你们清洗过后 你们肉类 蔬菜 海鲜过后呢 我跟你说 你们吃的时候 那时候呢 煮出来呢 会更甜 更美味 那时候呢 煮出来呢 会更甜 更美味